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幫各位介紹了 就是我們之前預告的一個動畫 叫做黑洞效果 我們看一下他是怎麼樣呢 像這樣 好整體的作品會最後完成 會是像這個樣子 怎麼做呢 這個動畫其實是因為他很多物件 所以合起來會變得比較複雜一點 但是畫範圍簡嘛 我們先看他主要是三塊 第一塊就出現 像這樣 第二塊呢叫做吸收 第三塊呢 就是把吸收的東西再吐出來 彈跳 彈跳出現 這三張做完之後再把它組合起來 就會像剛才我們看到那個影片 是這個樣子的 好我們先做第一張 第一張就出現 出現最簡單的 我們要做出這個東西 怎麼做呢 先畫圓圈 再畫矩形 然後呢調他的線條 白色色彩選白色 寬度選2PT 就變成像這樣 然後呢 先把它疊起來 請大家按下Ctrl鍵 同時點選圓圈跟 矩形 到我們常常用的圖形格式 合併圖案能連擊 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把它改成你想要的顏色 放上你想要的圖標 打上你想要的字 這樣主角第一個就做完了 然後呢我們要把它加上一些動畫 第一個動畫就出現 最簡單就出現 像這樣 這樣6個主角都做完了 好6個主角 然後當然顏色塗料 你要自己去調配 但是呢 因為這個是第一張的結尾 結尾要承接第二張 第二張是直接到吸收了 這6個主角最後呢 有辦法先加一個這個動畫 叫吸入基本說放 他變成像這樣子 才能承接第二張 第二張也是一起把它吸進去 怎麼做呢 再加一個動畫 這個時候就離開了動畫了 看還是進入嘛 現在是離開到動畫 新增動畫 其他的離開效果 接下來呢 選這個叫做基本縮放 他預設是像這樣子縮放出去的 但是我們希望他是這樣子縮放出去 向中心縮放 怎麼調呢 有兩個調法 我先介紹第一個 待會介紹第二個 我們到動畫 動畫窗格 點這個小三角形 打開之後呢 到效果選項去調 選這一個 縮小至螢幕中央 按下去之後 按確定 就會變成像這樣 我們把這6個呢 都設定 剛才那樣動畫 然後呢 請你到動畫窗格裡面 把這6個的離開 基本縮放的離開 設定成同時 因為他們要一起走 一起離開 效果會變得像這個樣子 這樣就做完 第一張就做完了 我們接下來做第二張 第二張在吸收 我們為了方便解說 所有把畫面變成 這個二分之一 這樣子 當作比例詞來看 這是我們平常簡報 看得到的範圍 也就是你作業的範圍 請你先畫一個大圓圈 把它蓋住 這個圓圈我們設定是藍色 色號在這邊 你當然可以選自己想要原色 那這一個圓圈呢 不需要加任何動畫 只是呢 最後 所有畫面結束之後 它會停留在藍色這個畫面 我們主要是這樣 接下來我們再畫兩個圓圈 一個是白圓圈 白圓圈呢 因為再疊上去 你會看不到畫面的 這個邊界在哪邊 你可以先加一個方框 這是畫面的方框 所以所有東西 這在裡面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的範圍 在外面就是畫面的外面了 先加圓圈 白色 圓圈一樣要超過我們的作業範圍 就是在有超過外面 超過外面 把它完全蓋住 這個圓圈呢 要加上剛才我們教的那個吸錄的動畫 基本說放 然後呢一樣 縮小至螢幕中央 在白圈上面 我們要再加一個黑圓圈 縮小螢幕中央 黑圓圈也是一樣做這件事情 全部的動畫都全部設定完 或者你把白圈圈複製一個變成 把它顏色調成黑圈圈都可以 總之就是白 白在中間黑白藍這三塊 先做好 基本的這個底盤就做完了 然後呢 我們要加上一些線條的點綴的效果 插入圖案裡面的我們選一個線條 在這裡 加點美工 色彩我們選白色 寬度我們選5.5 把端點類型我們從那個方塊變成圓形 全部都按完之後 按確定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接下來一樣加上剛才的基本縮放的 縮小至螢幕中央這個動畫 移開的時候是像這樣子 這樣就做完了 第一個做完之後後面就簡單了 把所有東西你都複製 複製出來之後 動畫就出現了 基本縮放就做完了 線條的基本縮放就做完了 接下來你可以在畫面的外面再放一些白的圓圈圈 再加上你要講的主題相關的圖標 都放在畫面的外面 都放在畫面的外面 不要在裡面 不要在裡面 這樣才有從外面往下 往中間吸的那種感覺 這樣才有層次感 畫面中間有畫面外面也有 這樣才有層次感 才有一種看起來 慢慢的從遠到近的吸收的感覺 最後畫面停留在染色的狀況 這是我們教學的狀況 然後我們看一下實際做完之後會變成這樣子 最後是變成像藍色一樣 第二張這樣就做完了 接下來第三張第三張彈跳 彈跳這個效果呢 之前我們在上一支影片 彈跳效果有介紹過了 好 所以我們這邊就不介紹 請大家先看 上一支影片好了 彈跳效果如果你不會的話 我會把 他的影片的連結放在這個留言留言那邊 或者背注這邊 你看一下我們還有加一些東西 有一個文字框 從上面往下掉下來 以及一些線條跟圓圈圈 文字框 好 我們先做線條 線條的部分呢 先點你想要設計的線條 加上動畫新增動畫 剛才還是其他離開效果嘛 基本縮放其他離開效果有 另外一個我們現在用的叫做其他進入效果 因為他彈出來要出現嘛 在其他進入效果裡面也有基本縮放 只是一個叫離開一個叫進入 狀況不一樣 他剛好相反 這是我們第二種調整效果選項的部分 他一開始 會向內 向內收進來 我們主要呢要選這個 從螢幕中央放大 剛才是從螢幕中央往下縮嘛 對不對 他就變成像這樣 接下來呢 這是進入的動畫 我們要再設定他另外一個動畫 新增動畫 這是到離開 離開呢 我們要選插去 插去之後呢 這動畫效果是這個樣子 他一邊出現一邊插去 感覺像流星那種感覺 接下來請各位設定同時 這兩個動畫設定同時 就是第二個彈出這邊 按小三角形 設定與前動畫同時 按下去之後就變像這樣子 然後呢 之前有介紹過複製動畫的 這個手法嘛 你要按複製動畫 把這個動畫 這個這一條直線的動畫 通通複製給其他的線條 線條都做完了 接下來我們做圓圈圈 圓圈圈呢 一樣是兩個動畫 一個進入一個離開 新增動畫前面都一樣 都是基本收放 一樣從中間 好從中間 中央放大 第一個做完了 接下來他一邊離開 剛才也是直線是插去嗎 那圓圈的部分 我們就不用插去 圓圈部分我們用淡化 一邊離開一邊淡化 淡化效果是這樣 兩個一樣設定同時 再看一次 好圓圈也做完了 一樣呢 把剛才那個動畫 複製給其他圓圈圈 接下來我們做文字框 文字框從上面往下掉 這個是什麼動畫呢 很簡單 你知道動畫 有個漂浮進入 到效果選項 他一開始向上 他是預設是向上 我們把它設定成向下浮動 按完之後呢 就會像這個樣子 這三個東西都做完之後 第一張彈跳嘛 第二個線條 第三個圓圈 第四個文字框 這幾個都做完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他的效果 主要就是這個樣子 這樣三張 出現 吸收 彈跳 三張都做完了 接下來我教各位怎麼樣去 應用他 這做完之後呢 以後還可以再重複使用 我們到應用篇 我們待會會介紹給各位 各位做完 那三張出現 吸收 坎跳 這三張投影片做完之後呢 未來你可能會重複使用嘛 重複使用怎麼做呢 很簡單 我建議大家先 把這三張存成 另外一個單獨的檔案 比方說像我這邊就存成黑洞 黑洞吸入效果模板 未來要 因應不同的主題的時候 我就只要改不同的圖標 打不同的字 換上我想要的東西就可以了 好怎麼重複 怎麼把它組合起來呢 這三張呢 原始的這三張不要動 我們先複製原始的第一張 第一張好 然後呢 把第二張跟第三張的物件貼上去 就可以了 不要動到前面的 Ctrl A C 貼回第一張 各位有沒有發現 三個球會擋住原本的東西 擋住第一張 所以我們先把黑球移到最下層 白球也移到最下層 藍色的球也移到最下層 好這樣第二個貼到第一個就完成了 接下來貼第三張的 一樣Ctrl A C 貼過來 貼過來之後呢 一樣要做一個動作 這邊呢 他就不用調上下層次 他重點是要調他的動畫 動畫窗戈這邊 好全部都在這裡 好 那我們這邊延遲這邊我們把它設定成兩秒鐘 他就自動搭過來 如果你想再更有一點層次感的話很簡單 你就到這裡 把一些物件呢 設定成2.5秒 他就更有層次感了 至於呢這個 哎老師你這邊 怎麼會有字 怎麼會有中文的字 名字怎麼取得 那很簡單到常用 選取裡面有個選取物件方格窗戈 你可以把它改成你自己想要的名字 這樣子呢你就不會亂掉 哎到這個東西到底是哪一個 好這邊不介紹 我們回到動畫窗戈 我們看一下我們全部做完的效果是怎麼樣 這樣就做完了 今天的影片比較長 各位能夠看到這邊 恭喜各位 你這樣子黑洞效果就應該就會了 好 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各位 拜拜